大家好啊 呃 今天谈一下这个几个留言啊 现在我之前说那个台湾的新闻的时候呢 看着下留言啊 有人说这个 很有意思啊 说这个哎 让我不要谈台湾了 是不是啊 台湾我们都是已经独立的国家了 然后呢 我们已经是主权独立的了啊 虽然我们没有加入这个那个是不是啊 哎 你来捅啊 你来捅我们呢 很奇怪啊 这种要求 他要求我们来捅他啊 哎呀 我想跟台湾人啊 特别是那帮啊 深绿的台独 我告诉你 咱俩是新联系的 你想让台湾独立吧 我也想让台湾赶紧独立 赶紧的 今天 今天中午12点就独立 马上呢 你知 你是不是 我让你独立 然后你又告诉 哎 我们已经独立了 已经独立了 那该他我举那些例子 你又答弯来 意大利就不承认你是独立的吧 现在实际情况已经是 把你跟中国话一起了 你们是不是跳脚啊 是不是上街抗议啊 啊 上街抗议 上意大利使馆抗议啊 对意大利在你这没使馆 那你不就吃吗 为啥你是个独立国家 在你这没有大使馆呢 那你告诉你是不是独立国家 还是不是吗 不是怎么办呢 不是啊 想办法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吧 想就办法加入国际社会呗 怎么办呢 啊 干掉那个柯文哲啊 那柯文哲不讲了吗 我们就要加入什么 WHA 你干掉的 凭什么加入WHA 我要加就加入WHA 加入联合国呀 是不是 就是把那柯文哲干掉 什么玩 要玩就一步到位 是不是 赶紧的出来 上街 跟蔡英文闹 平常不独立呀 平常不让独立呀 骗我们多少钱了 是不是 我跟你吗 心连心哪 你不应该下边骂我呀 咱们俩是 希望赶紧独立呀 没毛病这逻辑啊 逻辑上没毛病啊 你独立我好揍你 打不打是后面再说 但是咱俩的目的不一样吗 都是希望你赶紧独立呀 世界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 你看着咱俩好像死敌 咱俩目标都一样 台湾赶紧独立 台湾只要一独立 是不是 一独立后面事就好办了 就马上就没有那么多纠纷了嘛 听明白逻辑没有 台独啊 那帮人你也别上我下边来 会骂我 咱俩是心连心的 我主张你赶紧宣布独立 就趁这个机会 你宣布就完了吧 你怕什么呢 你说你已经是独立主权独立国家 你又加入不了联合国 你把那个宪法改过不行吗 改了不行吗 你既然是独立国家 你为什么不能改自己宪法呢 你老百姓怕什么呢 怕什么呢 你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了 你跟我没关系 没关系 你怕什么呢 是不是 还看谁眼色 就改吧 宪法 改吧 真他妈 磨叽 你不知道是你们骗我还是啥 到我下边留言 你说那些 你说那些有啥用 我支持你们独立 赶紧的呀 就今天 就现在呀 你他妈反倒啥了 你他妈的反倒不同意了 他妈的 那你到底是爱台湾 爱不爱台湾呢 对你没话说了吧 对没话说 那你下边台股 留啥言呢 在下边还呀 我比你还激进呢 咱明天就对 真的 就宣布 你说你已经宣布完了 我们就是主权独立国家 好吧 你宪法改了吧 你宪法不还有呢吗 这不是宪法改了 是不是 把别的国家大使馆请回来 你不主权独立国家吗 大使馆 按理说别的国家应该啊 跟你自己去建交啊 把你们大使 特别是美国 你先把美国大使馆 把那AIT换成大使馆 凭什么叫什么AIT 就是大使馆 叫什么AIT 大使馆 不敢不敢闹他 你这把侮辱我们吗 你美国人 污我们台湾人吗 我们这是大使 怎么成代编处了呢 不行 闹美国 你能反了 那我能反了 你应该闹美国 这美国给你设的啊 美国起的名 我们又没管着你啥 到底谁在矮话你们呢 谁矮话你们 美国人矮话你啊 你设个大使馆不就完了吗 建交 让美国跟你建交 让美国跟你交 是吧 交你想那么交怎么交 闹啥 闹我们干啥 你上我这留言 是不是 我就一个大老粗 有啥实话 说啥实话 憋老歹人说那些没用的 闹美国人 跟那馆长也是 说一说 那美国凭什么矮话 你们台湾人呢 把你们不当成大使 大使级别的 就他妈在建成大使 操你妈 谁在提 在台湾说什么 不是大使 骂他 揍他 抗议他 抬破吗 抬破吗 不有抬破吗 现在是你们张见 抬破的时候了 别他妈怂 别怂啊 要不然你他妈没理 你们啊 没自个儿骂我 你看我都敢让你们去做 你们自己不敢做 啊 好了啊 咱们差不多啊 咱讲第二个 第二个给我留言呢 让我别别蹭台湾热度了啊 你别蹭台湾热度了啊 蹭台湾热度是不是 赚点击率 赚广告费 赚广告费 你说你们搞台独的都可以赚广告费 是不是 明目张胆 那帮搞台独 两岸捞好说 怎么你们台独可以 我说武统就不能呢 是不是 你看看他沉水扁 海角起亿啊 起个亿啊 我的妈呀 他搞台独 两边有水都起个亿啊 我这点广告费算啥呀 算啥呀 殊途同归 殊途同归 你别老看我这个 是不是 那那么多呢 是不是 再有啊 阿扁一句话 阿扁错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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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扁哪做错了 哪做错了 你说我 我支持你们独立啊 你独立啊 你做给我看呢 阿扁错了吗 不就起个亿吗 是不是 还是你们给拿回去了 阿扁错了吗 别在下边给我留言 太恶心了 你们是台湾人留言 你们先把你们能做的 先半道 我支持你们 支持你们尽快独立 阿扁错了吗 我开个广告怎么了 开广告 阿扁错了吗 你台独可以两边挣钱 武统不能两边挣钱吗 武统 武统就不能挣钱吗 武统 武统跟你们是一样 福毒同归 是吧 台湾问题现在成为一个营生了 成为一个挣钱的工具了 这会知道吧 不光你台独可以两边挣钱 武统也可以 武统也可以 听到没有 我觉得看完我这视频以后 以后互联网说武统的人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什么叫做世界多样性 你说台独可以 那当然说武统就可以了 这就是你要的自由民主 最后这个自由民主的苦果 也是由你自己承担 你别管真的假的 你台独真的假的 我不管 武统也有真也有假 你听明白没有 最后人家还是把钱赚走了 这个世界多样性 你自然选择了 你自然选择了你这个自由民主 你就得承担 你不能说对你 什么都是自由民主 对别人就不是了 世界是一样的 你得承担这个后果 我这点小钱 我这点小钱不算啥 你看那个奇异 还叫奇个异 阿扁错了吗